文化審議員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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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慢慢要從古典政治 然後進入一個現代的政治一樣 那我們可以看古典政治的特色 這個大家可以把他們的理想放在心裡面 即使我們活在這個現代的政治裡面 古典政治思想的兩個代表人物 一個是柏拉圖 一個是亞里斯多德 那他們兩個對人和對政治 都有比我們現代人有更崇高的理想 你看柏拉圖他對人 有一個非常非常崇高的一個想法是說 人可以不斷的讓自己變得更高貴 那更高貴的過程是我們學過了一個 愛的一個上升的過程 你的慾望會不斷的這個 經過各種機緣 領悟 了解 隨著你對於這個世界的理解 對自己的理解你的愛你的慾望 可以是不斷的轉變 而且是轉變 向上的一個轉變一樣 那這個過程是你的這個靈魂不斷的更高貴的一個過程 那當然柏拉圖認為能夠真正達到一個最理想境界的人 是很少的 不過你也可以看到他 他把政治放在這個 崇高的靈魂不斷的更高貴的這個理想的什麼位置 你看首先他是一個 靈魂變得更崇高更高貴的一個過程之一 對不對 他是一個 你的愛不斷的轉化之後 有一個階段是 你去愛你的這個國家你的政治社群 那是靈魂高貴的一個過程之一這樣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他說 對柏拉圖來講 人的靈魂的高貴發展出來的那些德性 事實上就是政治社群要維持的一個根本的德性這樣 政治社群基本上要維持的好 他需要具備的四種德性 就是人的高貴發展出來的四種德性 所以人的高貴和政治社群的維持 是有很深的密切的這個混合的一個關係這樣 那我們也看到說 雖然在柏拉圖的理想國的這個規劃裡面 大多數的人都不太能參與政治這樣 那即使參與政治的這個 中間的這個衛士階級 他們也被剝奪掉很大的快樂 那我們會去問說 那到底參加這樣的一個理想政體 意義在哪裡這樣 但是柏拉圖可能會說有一個意義在於 你參加了一個這個人們 他可以想像中 人們可以過了一種最高貴的政治生活這樣 所以這種某種意義上 雖然你沒有辦法完全領悟 可是你參與了一個高貴的一個事業這樣 那我們來看這個亞里斯多德 他也有類似的看法 對他來說 當然一個人做一個政治動物最理想的一個發展 是大家最後活在一個彼此平等 然後都可以平等的參與 對自我治理的一個政治社群裡面這樣 然後大家一起去思考怎麼樣過一個自主的一個生活 那這個自我治理的這個能力 也包括了這個 人所需要的基本德性 那所以人 作為人本身 我們會覺得一個好人 一個有智慧的人 他擁有的德性 也正好就是一個 最好的一種政治社群 如果最好的一種社群 是大家都能夠平等的參與自我治理的話 那這個德性也是相互吻合的這樣 就是作為人的一個高貴的德性 和作為一個自理政治社群的德性 兩者是吻合的 可是當然 其實柏拉圖也是多德 他們雖然有這麼崇高的理想 他們也都是很現實的人 那他們都參與了他們那個時代的這個 政治的這個活動這樣 所以柏拉圖他事實上有另外一本 非常非常的這個 這個現實的另外一本書 叫做The Law 就是法律篇 和理想國是相對的 那亞里斯多德是更明顯的 亞里斯多德是更明顯的 亞里斯多德很快的就會跟你講說 可是呢 我們down to earth 就我們落地生根來看 down to earth來看 我們事上面對的就是各種這樣的regime 那考慮regime的存在的時候 你就不可能不考慮穩定stability一樣 那stability他和你對於人做一個excellent的 political animal的追求 兩者的關係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人起碼要能夠做到stability 然後我們再繼續追求一個excellent的 一個有德性的政治生活這樣 所以他說political community 他來到這個世界上的course 是因為你想要survive 你想要security 你想要stability 那我們把這些叫做這個 為了生活為了政治穩定的必要的 一些元素這樣 這些是必要的 可是我們最後政治社群 要真正有意義的持續的存在 我們事實上想追求一個 更excellent的一個political life這樣 可是光是從stability這個成分 亞里斯多德就會告訴你說 那我們可以看見 很多的regime 為了stability的這個考量 甚至為了某種正義的考量 因為正義如果是要按照這個 這個元素的重要性去分配 它在這個元素裡 政治社群裡面的這個 政治統治者的這個 是誰的話 那也許很多元素都很重要 我們不能夠只完全考慮 有德性這件事情 那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他也不完全就真的只有回到stability 他還是會說各種各樣的regime 即使是寡頭正體 即使甚至是tyranny 然後這個democracy 他們想要維持穩定這件事情 他們可能就需要government well 才能夠維持穩定 所以他們事實上還是要努力的 去改革自己 才能夠讓自己government well 那改革自己的一個方向 其實你如果去觀察 事實上該說的還是飢望說 即使你在一個相對上是一個錯誤的正體 寡頭正體 或者是這個多數人為了自私 多數人暴力的一個正體 government well還是需要你能夠 有更多的virtue 在你的這個治理的這個活動裡面 所以他去講說這個中間正體 middle regime 或者是mixed regime 你就可以發現 他試圖想要讓這些正體 多一點virtue進去 所以對亞里斯多德來說 即使我們只考慮到穩定 但是有更多的virtue 事實上是可以幫助我們更多的穩定 人們變得更公正 然後更公正就是說 你願意 你的統治的活動裡面 也許是因為你們mixed 也許是因為你是中間正體 中間階級 所以你會更願意公正 你會更願意把施力和功力 這個合而為意的看 而不是只為自己的施力而統治 所以virtue更穩定 而且是作為人的這種 本身高貴的virtue和政治穩定 本身還是有一個密切的相關性 然後這一切呢 就要被馬基維利完全打破了 這是馬基維利最有趣的地方 佛阿祖來斯多德的想法 大概支配了這個西方非常久 如果是從西元前四五百年的話 那一直到馬基維利 真正開始徹底的想要去顛覆 事實上大概有兩千年對不對 那當然中間有基督教一千多年 但我們還是就跳過了 不過他們崇高的知識分子的理想 到了馬基維利手上就完全的 世主要去把他們打破 這個馬基維利的革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那馬基維利開始之後 我們就看到現代的政治 就是不斷的再往下往下這樣 那馬基維利還是會去寄望說 這個君主追求的是greatness grory 所以他有那種非常extraordinary的action 去達成這種grory這樣 可是你看我們接下來會講到霍布斯洛克 他慢慢把政治活動 政治行動 政治人物的追求 越來越看越來越平淡 他們就是追求自保 就是追求舒適的生活 就是追求不要被政府任意的干預這樣 這也是我們當在對政治 好像在政治中追求的 這個基本利益的看法這樣 舒適自保 然後不要被人任意的干預這樣 那這種現代的看法 你看已經開始變得越來越平淡這樣 我們就失去了那個古典的那種 這個崇高的這個向往這樣 不過在這個非常平淡的這個 現代政治裡面 我們後來的這個盧梭康德馬克思 他們會再做一次很努力的這個 想要讓人再重新變成一種高貴的動物 這是一個盧梭最重要的一個企圖這樣 就是說如果我們現代人 就只是追求很平淡的自由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去把這個自由的概念轉化 讓人還是可以是一種很高貴的動物這樣 所以這個是後來這個現代政治的發展 不過我們還是要先來看到底 馬基維利他做了什麼這個 金釋駭鼠的事情 首先我們要來看馬基維利他對正體做的分類 他非常有趣 在他之前所有的知識分子對正體的分類 也就是像亞里斯多德一樣 畫成這個好的正體壞的正體這樣 然後the one the few the many 所以就直接畫出六個角色 幾乎大家都是這樣子這樣 那只是大家在爭辯說哪一個正體比較好 比如說是mixed regime還是republic 還是某種某種的mix這樣 大家就在這邊爭辯 但主要目標還是希望政治行動者 可以為了這個功力而努力 然後讓自己的私利服從於功力之下這樣 可是對馬基維利來講 他說我們要先來看什麼叫做state 我們當在講modern state的時候 現代國家 當然我們的起源是馬基維利 可是我們後來其實越來越偏離馬基維利 我們現在會認為說state好像是某種法律官僚階級 那治理官僚階級的這個官僚 那憲法好了 然後國土 軍備 然後稅收 我們會覺得這個是國家 國家好像是某種中立的政治法律體制 中立的 然後讓我們這群人可以在裡面這個 追求我們想要追求的生活這樣 可是對馬基維利來講 他會跟你講說 你們後來對state的了解其實都是錯誤的 state這個字它最原始的意義其實就是指 一個個人或是一個群體 他們在支配他人的時候的那個支配的地位 如果是prince 君主國的君王的話 他的state就是他的支配地位 今天他如果去征服別的國家 侵略別的國家 他的支配地位就擴大了 他如果被別人侵略 他的支配地位就變少 那今天就算是你的republic 這些公民啊 他也是在維持他們群體公民的支配地位 那重點在呢 重點在於 state他的本質是personal的 他並不是impersonal的 我們當代會想像state好像是某種impersonal的 這個國家就是一套法律體制官僚領土 那好像是impersonal 一套這個不屬於任何個人的這個體制 在管理我們大家這樣 可是嘛 聽說沒有沒有沒有 所有的state都是personal的 而且大家只會在乎自己personal的state 鞏固自己personal的state 是每個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個drive 那他不斷地講到spirit spirit就是你有沒有這個精神魄力意志用氣 去維護自己的state 他不斷地講spirit對人的這個重要性 那君主在維持的state就是他自己的personal state 就是他能夠鞏固的那塊這個君主國 那citizen他們擁有一個集體的一個意志沒有錯 可是這集體的意志還是要維持他們自己這個republic的state 所以如果你的republic去侵略別人 那你的state實際上就擴大了 被別人去你的state又減少 state實際上是指的你支配他人的時候那個支配地位 那這個大家要注意到他講state的這個意思 那如果我們這樣去了解state的話 他就會繼續再講說 那我要告訴你我怎麼對state做分類 我怎麼對正體做分類 他的分類是一開始大家在讀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說沒有那麼詭異一樣 可是你越想你會覺得越詭異 因為他跟我們以前完全傳統的分類方式完全不同 他首先說我們可以把state分成兩種 一種是republic 一種是princippality 那這個我們把它叫做君主國 就是這個state裡面 他是一個君主 掌握的是整個state的一個支配的一個統治地位一樣 那法基維利說他這邊的prince啊 君王論他不要討論republic 所以就跳過 那他要討論君主國 那他說我們討論君主國的話 我們可以發現君主國有兩種 一種是你看喔 你看他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跟我們之前 這個雅里斯多的分類方式完全的不同 非常的奇怪 他說君主國有兩種 一種是繼承的 不是兩種 三種好了 一種是繼承的 那一種是全新的 一種是mixed 全新的意思是說 有一個他完全沒有任何的政治權利的一個 一個詩人的個人 他從一個詩人的個人地位崛起 然後成為一個新國家的新君主 他創建了一個新國家這樣 所以他是真正全新的一個君主 那繼承的意思是說 你所有的這個支配的這塊王國 就是你的老爸的老爸老爸 就是一線的這個傳承下來的這樣 那mixed的意思是說 好 你都是老爸傳承下來之後 你還想去獲得征服新的土地 像那時候的法王這個路易十二 法國已經是一個鞏固 一段時間有歷史悠久的一個王國這樣 那法王如果想要去侵入這個義大利 在義大利去鞏固他的支配地位的話 那法王他現在就會成為一個mixed的君主國 因為他去acquire a new state 所以mixed他是acquire a new state這樣 你看這個state指的是支配地位 那馬基因爺很快就講說 這種靠著繼承而來的這個支配地位啊 我們比較不需要討論 因爲他其實治理起來相對容易這樣 你只要按照這個就有的這個法律典章去治理 你大概就不會出什麼太大的問題這樣 那人民基本上會還蠻愛你的 因爲你長久這個你的家族亂統治 他們會對你有這個情感這樣 那你的敵人也比較少 因爲你不需要去 因爲你沒有再去獲得新的state 那你也沒有要重新創建新的state 那你只要去想要去獲得new的state 或創建新的state啊 你一定會要去侵犯別人 我們當代 我們近現代事實上一個精神 被馬基因爺掌握住了 就大家一直在崇拜new 對不對 你來到這個世界上 你大學畢業之後 你事實上 你對馬基爺來講 你就是要去一個 一個擷取newstate的一個人這樣 那你是富二代的話 你可能就是一個mix的一個 對求mixstate的人 可是你如果家庭很平常 一切都要你從頭去為你自己奮鬥 奮鬥是自己一個新的一個 支配領域的話 對不對 你想成為一個這個很好的工程師 成為一個公司裡面的主管 成爲什麼什麼 一個新的領域的 一個新的崛起的一個 有權力的人 那你就在追求一個newstate 我們當然對於個人 去追求一個enterprise newstate 我們是還蠻鼓勵的 對不對 可是馬基爺說 所有追求newstate的人 他們都不需要去侵犯別人 因為你一定是因為 把別人這個侵犯了之後 然後你去掠奪了 他原本的那個state 你才能夠擁有一個新的state 可是如果你是一個 繼承的state的話 你就不需要去侵犯別人 所以你的敵人也比較少 所以你就容易去維持你的state 那你很幸運 那馬基爺他就不講 可是你可以慢慢開始發現 馬基爺在講權力的時候 我們突然會覺得馬基爺就是那種 整個在講軍事武力 或是這個陰謀詐術 就是他很重視material power的人 好像material power 就物質性的力量就是一切這樣 因為馬基爺確實不斷在講軍事 是軍王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能力 一切沒有比軍事更重要 然後攫取一個新的支配地位 對你非常的有幫助 所以你要盡量擴張你的權力支配地位這樣 所以我們突然會誤會馬基爺他是一個 只重視物質性的支配的人 可是你如果只看物質性的支配 你其實對權力的理解就會很淺保 馬基爺他其實把很多東西都注意到 他們具有權力的一個效果 你看今天為什麼一個繼承的一個王位 他能夠這麼的鞏固 繼承的王位的這個軍王 他不需要virtue 不需要很大的軍事力量 他就可以很好的鞏固自己的王位 因為長久以來 人們對這個王國產生了一個情感 他們容易對這個國王產生愛好 這個國王這個家世 所以他是有注意到情感的力量的 如果你能夠長久的獲得人民的情感 你是有power的 對不對 情感是一種power 而且長久的一個情感 然後甚至你對這個王國的一個長久的美好的記憶 他都是有power的 他可以讓這個王國是比較好治理的 你看那些是power 不過馬基爺他不要講這個 他覺得這個是就是這樣 他要講的其實是這個全新的一個new prince 就是這樣 因為他認為全新的new prince 最需要一個非常完整的virtue 那他一大部分是virtue 就是德性 你必須有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德性 你才能夠真正去擁有一個全新的state 全新國家的君主 那他要研究的是virtue是什麼 那如果我們可以知道virtue是什麼的話 就會說你事實上你要模仿他 如果你能夠善於模仿他的話 事實上你就不會跟這些偉大的新君主差距太遠 你也就可以把你的這個自配地位 比較好的一個治理 比較好的一個鞏固 甚至擴張這樣 所以真正人們會需要知道的一個知識是 new prince 全新的prince 他怎麼樣去攫取 然後去獲得一個全新的一個國家這樣 那可是他也有講這個mix-mix的一個state 他在mix-state裡面講說他其實主要是要告誡說 你事實上做為一個想要去 acquire新state的一個舊君主 你不是全新的 你是一個混合的君主 你要注意到很多事情是我們新君主也需要注意到的 他說你要去征服一個新的state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一件事情 你征服到的state啊 他可能他的語言 他的custom 他的這個order 跟你類似 他是跟你同語言 同custom 同order 他可能跟你不同 對不對 法王如果要在他法國的周邊地區去征服一個 新的一個支配地位的話 那那個支配地區的人民可能大概跟他的這個習俗語言 看我倒是沒有差別太大這樣 他們是同一群這個文化語言的一群人 反正就來說這個相對簡單 你只要把那個地方的這個 統治的那個prince的那一系的那個血脈家族 把他們全部消滅掉 那這群人呢 他們因為跟你文化類似 同文同 同這個語言 然後同樣的這個習俗 他就很容易被你這個支配 所以這個簡單 可是啊 如果你想要去快的一個newstay啊 他跟你的這個語言和文化不同的話 那你就要傷腦筋非常多了 那這個就是法王他想在意大利支配 他遇到的這個困難這樣 那這個困難啊 馬基維克他的建議是說啊 你最好的想辦法去殖民 這殖民我就不用講太多 就是比如說你要派自己這個法國自己的殖民到這個意大利來去屯肯 然後這個 然後藉由這些 這個法國自己的殖民去支配這個地方這樣 那你這樣派你自己的人來殖民的一個好處是在於說 你不會帶著浩蕩浩蕩蕩自己的軍隊 你可以利用這個囤肯的人 他們成為你在當地的一個很好的一個橋樑 等等等等這樣 那還有就是 這邊要給一個建議都是一些很重要的建議 他有一天就講說 法王被這個 義大利人邀請進義大利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背叛者 背叛者就是這個威尼斯人 那時候事實上在法王入侵義大利之前 義大利這個很多 很多這個 這個國家 小國家 都互相僵持不下 然後大家很忌憚對方 然後不應對方擴大 然後大家事實上最擔心的就是這個 這個教中國家 還有這個 還有一個 忘記是什麼國家 不然他們也很忌憚 這個外來的勢力進來義大利 雖然他們事實上都不太願意讓法王啊 西班牙或者是這個 神羅馬帝國的勢力進入義大利這樣 可是 可是這個威尼斯人他就叛變了 他事實上是 引這個法王進入義大利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兇手這樣 那馬吉威爾就講說 事實上你很容易找到 你想要侵犯那塊土地的那些比較 比較小的power 你權利沒有那麼強大的 這個比較less的powerful的人啊 他很願意迎接你 因為他們很嫉妒他們那個區域裡面 其他強大的國家的人 他們不願意被他們這個征服或支配這樣 那他們也具有野性 所以他們也很願意這個 邀請你進來這樣 可是你進去之後啊 你就要成為那些小國家的這個領袖 你要成為他們的領袖 而且你要保護他們 然後你要成為他們之間的仲裁者 而且你要掌握他們需要你的這個必要性 你要讓他們覺得他們隨時的需要你 因為你可以保護他們 你可以幫助他們不被 比較強大的這個 比較強大的這個 這個勢力所侵犯這樣 這個很合理嘛 這也是美國在這個 亞太平洋做的事情嘛 對不對 你要成為小國家的這個領袖這樣 那你成為他們的仲裁者 保護者 那你讓他們覺得他們隨時都需要你 可是呢 你也不能讓他們變得更有權力 你要他們永遠是在一個 弱小的一個狀態這樣 這是一個這個 控制一個新State 一個最好的一個做法這樣 完全是美國的做法 那再來就是 你千千萬萬記住 你要去隨時準備 提前準備去 削弱那些強大的這個國家這樣 你不能夠讓你自己成為他們強大的這個原因 一旦你讓他們變得強大的話 就是你滅亡這個開始這樣 那他認為法王那個時候進入義大利 原本是很成功的 他雖然第一次失敗 可是他第二次再占據米蘭的時候 其實勢力非常龐大 幾乎整個義大利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的這個勢力 全部都歸順於這個法王這樣 可是法王犯了兩個錯誤 第一他 他後來把這個威尼斯人滅了 那威尼斯如果存在的話 可以成為法王很好籌碼這樣 那第二是這個 他協助教宗 就是亞歷山大這個六四吧 亞歷山大六四就是我們這個 男主角這個 Cesar Borja的這個老爸 他協助亞歷山大教宗去擴張他的勢力 所以他讓教宗國變得強大的 那這也是這個法王非常愚蠢的這個地方這樣 那還有一個愚蠢的地方是 你絕對不能夠去引進再有新的這個外來勢力 那那個時候法王也很笨 他那個時候在打那個 納普勒斯打不下來的時候 他就去邀請這個西班牙王進來一起打納普勒斯 所以他後來之後把納普勒斯分割一半給這個西班牙 那西班牙一進來之後 所有其他原本歸順這個法王這些羅小伯家都紛紛叛邊 去投靠西班牙王這樣 所以你千萬不能讓這個新的foreigner進來 你看這個是他對於這個 mixed regime的一個基本的建議 你看他在想的是什麼 他在想的是不管你是哪一種region 我要教你的是你要怎麼去maintain你的state 不管你是新獲的或者是原本計程而來的這樣 不過我們再次看到啊 語言習俗和老舊秩序的力量 對他們來講嘛這個還是很聰明啊 我看到這個世界的力量不是只有軍事力量 或是這個赤羅勒的權利 我還看到語言習俗和老舊秩序的好處 如果他跟我相同的話 我也知道我也很容易治理他 如果他跟我不同的話 我就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可見這些東西是有力量的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全新的prince 他說全新的prince啊 基本上他有四種 一種呢是完全靠著外在的這個 幸運得到的 那幸運就包括連你的這個 你的這個軍事力量都是別人借給你 他是一個這個外來者借給你的 對馬記來說 新君主靠著幸運得到 他的一個新的領土是最危險的 因為新君主他一定得對了非常多的人 那你如果只靠fortune得到的話 那代表說你其實沒有去鍛鍊你的這個virtue 你沒有自己的這個軍隊 那新君主沒有自己的軍隊和自己的virtue 你就死定了 所以這個是他這個 覺得覺得這個他也不用去討論的 這個是這個非常危險的 那有一種是完完全全只靠自己的virtue 完完全全喔 他說這種啊超級偉大 我們看到歷史上最偉大的人就是這樣子 那他舉了這個摩西 還有誰 塞留士 Romulus 等等等等等等 完全只靠自己的這個德性 他們沒有靠任何其他的這個幸運 他們就是靠自己的德性 然後完全只靠 然後重新創建出一個全性的一個國家出來 當然他們需要一些機緣 比如說他們需要一些 material 一些人們等著被他們去這個召喚 然後去把他們變成一個人民 然後為一個國家的這個奮鬥這樣 所以他們需要非常非常強大的這個德性 去把一群原本不集中起來的一群散眾的人民 把他們集結起來 變成一個Roman people 或是一個Jewish people 他需要有這個非常強大的一個德性的能力這樣 那他們常常都是靠宗教 這個全新全新的這個 完全是靠自己Virtual的這個君主這樣 那馬基玉也會講說 這個人非常非常偉大 但是我們其實不容易模仿這樣 所以我其實能夠講的裡面有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有一件事情呢 我要千萬要告訴大家 就是我這次他集為例 他說這群人啊 他們大多數都以先知的一個身份 在號召他的人民 他們是Prophet 尤其是摩西一定是嘛 那你作為先知 你當然就有非常燦爛的Discourse 說服這些人說 大家要聚集在一起 然後成為一個王國一個人民這樣 你有非常燦爛的Rational Discourse religion在幫助你這樣 可是他說啊 你可以看到啊 所有的先知啊 他們都是帶有武力的 沒有任何先知不需要武力 先知已經是最最最能夠利用Discourse 和religion的人了 我們一般人都沒有先知這麼厲害的 可是他說啊 為什麼 為什麼你只靠這個說服沒有用 因為啊 說服不難 你很容易花很多力氣 或是花很少的力氣 就可以說服一大堆人相信你這樣 可是你要保持他們在被說服的狀態很難 他們也許過幾天就已經不太相信你說了 然後就動搖了 就重新對別的東西產生信念這樣 所以光耗說服是沒有用的 你不需要讓這群人他們在不相信你的時候啊 他們仍然能夠被你持續的保持被說服的狀態 那這個什麼有可能 就是武力 那武力就是在他們 有可能不再被你說服的時候 仍然保持他們在被說服的狀態 先知如果沒有武力的話 絕對不可能能夠創建一個新的國家這樣 武力的這個重要性 那事實上我們可以直接跳到這個馬吉威也講武力 他講武力真的是太精采 沒有人想要講武力那麼精采 我們也看到他後來講的所有的例子裡面 事實上所有的新軍王第一個要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擁有自己的武力 如果你一開始的武力是跟別人借的OK 所以你最後一定要想辦法去擁有自己的武力這樣 那那個時候的這個義大利 大多數城邦國家都用傭兵 尤其是這個瑞士的傭兵最有名這樣 可是馬吉威又會說 傭兵非常非常不可靠這樣 因為我們義大利之所以變得這麼的分分離析 然後大家這麼的脆弱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自己的這個武力這樣 所以當他去推崇他任何推崇的君主 他都不斷強調說 你看吧 就是因為他擁有自己的武力 所以他才能夠真正的做到這些事情這樣 不過他最精采的地方是在這一段 他說 哎呀 我們知道所有的國家 他們都需要foundation 他們都需要foundation 由foundation 一個國家才能夠這個穩固的這個持續下去 這樣 那foundation有兩種 一種是法律 我們就點頭 我們當然覺得法律最重要 一個就是武力 然後來他就講說 好 那我告訴你啊 如果一個地方沒有好的武力的話 他就不會有好的法律 可是如果一個地方沒有好的武力的話 他一定有好的法律 所以呢 我不用討論法律 我只要討論武力 所以the prince沒有討論法律 再聽他講一次喔 如果任何地方啊 他沒有好的武力 他一定不會有好的法律 但他一旦有好的武力 他一定會有好的法律 所以我只要討論武力 我不需要討論法律 對我們來講是不可思議的 對我們來講 主要的政治事務事實上是討論什麼 是一個比較公正的 比較能夠服務公眾的一個法律 對不對 什麼是一個比較 為common rule 為justice著想的這個法律 我們會認為這是一切的基礎 如果你有好的法律的話 你這個國家就會長治久安這樣 那我們會覺得武力好像是需要的 可是他只有在面對外敵的時候 我們特別需要 所以我們平常確實要武力 我們可能也不會否認武力的重要性這樣 但是哪覺得是更極端 沒有 他說一切武力才是最重要 只要有好的武力 就有好的法律 這個 這個我們 我們這個 不是這麼容易理解他 可是你如果慢慢讀完君王論 你會大概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是 一個君王他最高的一種能力 就是要維持他的這個 支配地位的穩固 那他支配地位一旦穩固的話 他事實上他的人民也會獲得一個 一個和平繁榮幸福的生活 所以君主 對把紀錄在這樣說 他事實上要永遠跟人民站在一起 可是呢 君主又不能夠過度依賴人民 君主要知道怎麼樣去讓人民能夠永遠的做他的朋友 這樣子的君主呢 要非常的具有卓越的德行 他要能夠非常的能夠領導 然後非常的能夠讓人民覺得他是他們唯一的這個保護者 對把紀錄來說人民經常容易變心 當你給他們好處的時候 他們就對你好 當你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逃走了 所以你對人民好是沒有用的 人民他就是會逃走這樣 人民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群人 他們就是這個多變啊寡恩啊等等等等這樣 我們等一下會讀到這樣 可是一個好的君主 他如果有好的領導能力 有好的virtue的話 他能夠用他卓越的這個行為 讓人民感覺到振奮 偉大的卓越的extraordinary 讓人民感到振奮 而去幸福他的話 這些人民就會變成他忠實的夥伴 在他需要對抗外敵的時候 或者是內部的叛變的時候 這些人民就會站在君主身邊這樣 那這個國家就能夠長之久安 也就是說馬教雅對於軍事的看法 不是只是對軍事軍隊的指揮 和帶領而已 他事實上 這是我的想法 他沒有那麼直接的講 他事實上大概是覺得說 一個能夠維持政治秩序 穩定的一個君主 他必須要非常知道 怎麼善於去領導人民 用各種方式 就是他在講的prince的virtue 那這樣子的君主 他一定非常善於領導軍隊 這個是他的virtue的一部分 這樣 那這些才是一個君主 一個穩定的一個國家 長治久安的一個基礎 那只要知道 怎麼樣去長治久安的君主 他知道怎麼領導人民 用自己的行動去鼓勵人民等等 他就會知道什麼 是一個比較好的法律 如果他不知道怎麼樣去維持軍隊的話 他事實上根本就不知道 法律的意義是什麼 或是秩序的意義是什麼 那你如果真正知道 怎麼去領導一個軍隊 你事實上意味著 你真正知道 怎麼去鞏固一個政治社群 怎麼樣去跟人民互動 讓人民永遠成為你的朋友 那這個時候 你其實就會知道法律是什麼 好的法律是什麼 那我們需要好的法律 是要成為政治社群的一個principle foundation 讓這個社群像堅實一樣 永遠屹立不耀這樣 那難道好的法律的基礎 不是好的軍隊嗎 這個大家可以再仔細去揣摩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想法 那還有一個想法是說 我們都知道理心說服 有時候會讓我們覺得 我們想去服從 去尊敬 去追隨一個人家 可是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情 這個就是世界萬物的一個常理 你要一個具有軍備的人 去服從一個沒有軍備的人 是一件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不管你有再強的理性說服能力 不管你是多麼厲害的宗教的先知 你不可能要一個有軍備的人 服從你沒有軍備的人 這是一件完全不合事物常理的一件事情 不可能發生 你看他這個 對這個軍隊的看法非常那樣的 這個尖銳而且這個犀利 那這個基本上是這個 完全完全只靠這個V2的軍組 他們需要具備的一個基本的能力 他就是掌軍備而已 那還有一種是這個Mix Mix的這個情況 就是說他事實上他一開始 他擁有很好的運氣 像我們這個主角這個 Seed the bogey 好像HBO有拍一個影集 就是以他們家族為核心的一個故事 他們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一個家族 那他老爸是那個時候的這個羅馬教宗 那這個老爸的羅馬教宗 他這個兒子這個Borgia 他就是講說 我要讓我的這個Borgia 擁有他自己的一個新的State 所以他事實上很努力的在幫他的兒子 所以Borgia他很幸運 他有他老爸的幫助 而且這個他老爸Alexander這個教宗 他就發現那個時候的義大利 幾乎所有的這個勢力都已經佔滿了 那如果這樣 你要怎麼幫你的兒子去擁有一個全新的一個New State 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你要去勞動整個秩序 所以這個Alexander他事實上在法王進來的時候 他很快的就供應法王 他甚至幫法王解決了很多婚姻的問題 大家知道那時候很多這個 國王的婚姻問題都要教宗還能夠解決 因為你要跟你的這個老婆離婚 你需要教宗許根這樣 所以要幫這個法王解決這個問題 法王就非常的這個 跟教宗立刻就結盟了這樣 那法王進來之後呢 這個教宗就跟法王借兵 就說啊你借軍隊給我的兒子 那等等等等 然後法王就借了這樣 而且那個時候這個羅馬的這個統治範圍內 有大概有兩個勢力 那這兩個勢力這個 經常互相的這個內鬥這樣 那這個 教宗也想辦法讓這兩個勢力 這個能夠暫時的這個 能幫助他的兒子這樣 這兩個勢力 一個是Ossini 一個是這個Colonia 去幫助這個Borgia 所以Borgia一開始崛起的時候 他事實上手上就有一些 他老爸幫他借來這個軍隊這樣 他非常的有才幹 那個時候馬基維利這個初始 這個跟Borgia 要試圖建立外交關係的時候 他大概 待在Borgia身邊待了大概半年 哇整個完全震撼他 他說沒有一個人能夠這麼 這麼卓越的 有這麼卓越的領導能力這樣 那這麼的善於把握時機 他的每一個行為都讓人這個目不暇急 好像他全部都已經計劃好 沒有任何人能夠在他的行動中間 跟企圖去這個對他產生不利的行為 因為他下一個行動中已經出現了這樣 而且沒有任何知道他在幹嘛這樣 他不斷的掌握成功這樣 非常非常的厲害這樣 可是這個Borgia他很快的發現自己的軍隊 到達了一個瓶頸 就他雖然打下了這個羅格曼娜 可是他要去打別的地方的時候 他借來的軍隊就遲遲不前了 這個法國的軍隊就不想幫他了 然後這個歐斯伊尼也開始動搖了 但是他當然在藉著打仗的時候 他非常的狡猾 他就是故意讓這個Colonia這一支的這個派系 軍隊幾乎全滅這樣 所以他在打仗的時候 他就已經幾乎滅了這個Colonia這個派系這樣 可是這個 他發現這個歐斯伊尼和這個法軍的這個軍隊 都遲遲不前了 所以他就是想辦法自己去獲得自己的軍隊 不然他覺得自己沒有辦法這樣 所以他就是找了一個機會 這個 借用了一個這個中間人 那個中間人他就是努力的對他很友善 而且他努力的去熔絡這個歐斯伊尼底下 所有的這個中下階的部署 給他們錢啊 金銀珠寶啊 各種職務啊 就不斷去熔絡這個歐斯伊尼 這個中下階層的這個軍官和這個人民這樣 然後借有一個中間人 然後去讓這個歐斯伊尼覺得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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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敵意這樣 然後就在有一天 他把他們這個 歐斯伊尼的這些大同盟聚集在一個地方這樣 要跟他們討論這個軍事大事之類的 然後在那一天啊 他就 把這些歐斯伊尼所有的這個 這個 就是 first leaders 就是那些領袖們 在那個宴會上就全部攪屎這樣 把他們全部都攪屎 就大屠殺這樣 把歐斯伊尼所有上層階級全部都屠殺掉 那因為他的中下層階級的那些軍官 都已經早就已經被他熔絡了 所以整個歐斯伊尼的這個軍隊 就完全就受歸他所有這樣 而且因為他殺得非常徹底 所以沒有任何的這個留下來的人 是對他具有仇恨的 馬建元他說 當你要成為新君主的時候 一定要去offend別人 那你offend別人的時候 你要小心啊 如果你offend的少的話 他一定會對你展開revenge 可是你如果對他有非常嚴重的傷害的話 他就沒有能力再對你產生復仇了 所以你一旦要去傷害侵犯別人 你就要做到徹底 要不然你就要攏絡他 你就是攏絡他 讓他愛你 想要不要給他金錢 你不要太相信他愛你這樣 另外呢你如果要傷害他 你就要徹底的反潮出根這樣 所以他就靠這個方法 就獲得了這個歐斯伊尼這個軍隊 然後他就越打越順手這樣 整個歐斯伊尼幾乎要把整個 義大利的這個中南區 完全就打下來了這樣 那他的最後的一個下場是這樣 就是馬基維利認為歐斯伊尼 其實後來是這個不太好運 因為他的老爸在他崛起五年後 就這個生病就過世了 他老爸原本是教宗可以造他這樣 那再來就是新教宗的一個選舉 那新教宗選舉的時候 這個 某吉亞他沒有注意到 會不會選上這個新教宗 其實曾經被某吉亞傷害過 可是這個新教宗很堅詐 他就是Julius 他很堅詐 這個要再競選這個新教宗的Julius很堅詐 他完全的對這個某吉亞非常非常的好 完全好像他遺忘了過去的這個傷害這樣 所以這個某吉亞就沒有極力的阻止他成為新的教宗 而且當他正要選上那個新教宗這個時刻 某吉亞又正好就生病了這樣 他沒有辦法去隨時的監控發生了這個事情這樣 就Julius一當上新教宗之後 他立刻就把這個某吉亞抓起來 把他下癒這樣 他就是整個瓦解的 某吉亞所有的這個政治支配的這個地位這樣 那這個 馬吉威利的這個評論大人就講說 哇 Julius真是太優秀了這樣 沒有人可以欺騙得這麼的完美 而且你們要記住啊 這個 你給別人帶來的傷害點是永遠不會忘記的這樣 他只是隱藏在心裡面而已這樣 他給你的教訓都是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Mixed Regime 那還有一個Regime 是他說 還有一種Regime呢 他既沒有靠Fortune 他靠了他自己的能力 可是我們不能把那種能力叫做Virtue 因為他靠的崛起的方式是犯罪和Wiki的一個行為 那人民知道他是犯罪 知道他是邪惡的 人民事實上不會稱讚他 所以我們不會把他的這個 這個卓越的這個能力叫做Virtue 這個地方非常非常有趣 代表說這個 這個軍王他要追求Greatness 是這個 是把就會非常非常稱讚的軍王 該做的一個政治目標 最有偉大榮耀 不朽的地位這樣 那他也講說Virtue Virtue的一個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要幫助你克服萬難 然後迎娶這個幸運女神的喜好 這樣你才會享有這個最偉大的Greatness 所以Virtue他的基本定義就是要去克服萬難女神的主 然後吸引他 然後去獲得你真的上的成功 包括這個Greatness 這樣 可是啊有一種獲得成功的方式啊 他雖然可以讓你獲得New State 讓你去擴張你的 Empire 可是呢我們不會稱道你 不會覺得你有Glory 所以我們也不會把你的行為叫做Virtue 那這種人呢 我還以為講說 我也要去講這種人的行為 因為有時候啊 我們為了自保 我們就還是要這樣做 那雖然我們不會被稱道 沒有Greatness 沒有Virtue 可是至少你自保的嘛 對不對 而且你這個自保也很不簡單 他講到兩個人啊 都是從默默無名的這個私人的個人崛起 然後最後可能推翻了一個共和國 然後就是這個掌握了這個共和國 之後自己成為一個新的君王 可是他們一旦掌權成為新君王之後啊 他們雖然整個從私人崛起到這個君王的過程中 他們不斷地做各種犯罪的事情 背叛朋友 殘殺同胞 等等等等 然後強盜小偷無所不幹啊 可是呢當他們成為新君王之後啊 他們的領土都非常的鞏固非常的穩定這樣 而且他們可以對外這個極抗外敵 然後對內沒有任何人叛變 他們統治的這個新的君王幾乎都這個和平的 這個穩定的這個這個 甚至可以說是繁榮的維持得很久這樣 然後就覺得很奇怪 他們是靠邪惡的手段 威勤的三塊獲得他們的這個領土 他們竟然也是可以維持他們的領土 維持得這麼久這樣 那他給了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這個 這個 你看我們講馬基為例 我們不得不去講很多故事 因為他認為說 真實的這個我們要獲得的教訓 是在這些真實的人的故事裡面這樣 這個很有趣 這個 他認為說 傳統的那些政治思想家 他們在講的都不是真正的真理 這個很重要 他說啊 我之所以跟你講 這麼多實際發生的這些 這些偉大的政治領袖的故事啊 是因為我在追求的是 有效的真理 傳統的政治思想家呢 他們告訴你的都是他們想像的真理 所以他們告訴你很多 從來沒有發生過的理想的共和國 還有理想的公正的治理方式 好像說你只要有這個完美的這個德性 你就可以把你的這個理想國 這個治理得非常非常的好 非常理想這樣 而且確實你知道嗎 他那個時候整個義大利流行的民君論 什麼是一個偉大的民智的君主啊 他們列出來的德性大概有五十個這樣 從古希臘的勇敢公正這個智慧節制 然後加入了所有基督教的人慈啊 什麼謙卑啊 愛神啊 宗教啊 然後再不斷還加上去這樣寬大 他們大概有非常非常多龐大的德性表 才是一個人慈民智的這個君主 然後以前的人都相信說 只要這個民智的君主擁有所有美好的德性啊 他的私利和功利合而為一啊 這個國家都能夠自理的長治久安 也是又公正又美好這樣 馬濟維也說 你們全部都是想像的 從來沒有真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啊 他說 如果我們都能夠活在好人裡面的話 我們當然可以做一個好人啊 可是事實上政治這種事情 你身邊的人都不是好人啊 那你做一個完美的好人 在不是好人當中你就死定啊 所以我要告訴你是真正有效的真理 真正能夠讓你長期鞏固你的支配地位 不管你是君王個人 或是你是共和國 我要告訴你是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這個真正的 要怎麼治理這件事情這樣 我們不是要去學想像的那些東西這樣 他是這樣講的 好 那我們再回到這裡 所以你要知道他要教大家的是 Effectual的這個Truth 這個非常的厲害 事實上亞里斯多德大概是 最不容易被他攻擊到的思想家 後來大概都被他打到死 康德一定是被他打到死一樣 就大家都在想像理想的公正的真理 如果是一定被他打到死 從來沒有真正出現過這樣 可是亞里斯多德是比較聰明 大家可以再回想 亞里斯多德不太重視Stability的重要性 而且亞里斯多德認為Virtual還是重要 亞里斯多德是幫助Stability的 可是 亞里斯多德在這個關鍵的moment 他就跟亞里斯多德背道而馳 他說 沒有 我告訴你 有時候為了Stability 你一定要違背那些傳統的 我們認為好的Virtual Virtual和Stability 兩個不是吻合的 政治有政治本身的判準 你不要用你想像的 理想的崇高的人的德性 來去思考政治這件事情 那你就是把兩個領域混淆了 在政治的領域裡面 你要真正能夠對抗那些很討厭的壞人 維持一個穩定的持久的一個國家 你有你自己的判準 什麼樣子的能力能夠維持這樣子的一個穩定的狀態 他就不是那些傳統的德性啊 你混淆了兩者這樣 你看馬歇會在這個moment 他就完全跟古典哲學就化開了那條信仰 古典哲學一直覺得 人做一個尊貴的有德性的人 你可以想像的 有智慧的公正的 公正非常重要的人 他是政治上最重要的一個成分 所以人和政治是相合的 馬歇會說沒有 政治本身有它獨立的判準 因為我們政治基本上一定要Stability 對不對 亞里斯多德也同意啊 那我告訴你 你要的判準就是不一樣 你要的Virtual也不一樣 這樣 所以他說你看喔 這兩個人啊 eggzokers 他們都像他當年 他他原本只是一個陶將 可是他後來呢 就是靠了各種各樣的犯罪 不是犯罪喔 被判啊 謀殺啊 被判朋友 謀殺他的親人啊等等啊 然後成為他的這個共和國的一個執政官 可是他也是不滿意 他在有一天呢 就號稱他要對共和國這個宣佈非常重要的 這個關於共和國的重要大事的事情 然後把所有共和國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重要的這個 這個領袖和所有人民都聚集在一起 然後就 瞬間他的軍隊就出來把所有的有錢人 和這個 重要的領袖 他就有元老議員的議員全部都殺光 這樣 然後就成為他國家的這個新的軍君主 然後這個 Liberato Liberato他是這個 幾乎違背了所有 所有我們認為這個 該遵守的一些德性 Liberato是一個孤兒 他是被他的叔叔養大的 那叔叔為了讓他 將來可以在這個 政治世界中佔有一席之地 就派他去跟隨一個 很有名的一個勇兵領袖這樣 然後訓練他的軍事能力 他成為一個非常卓越的一個戰士軍人 那樣 可是他就想說 他就非常不滿足 他想要 讓他的這個祖國 因為也是一個共和國 成為他治理下的一個這個王國這樣 所以他就寫進給他叔叔講說 這個 我現在呢 已經是一個很卓越的一個 這個軍事的這個 勇兵領袖這樣 那你可不可以能夠 讓我榮耀的這個歸國返鄉這樣 那因為我希望能夠有榮耀 那我自己還沒有土地很多的財富 所以我可能會帶幾百個 這個騎馬的這個朋友們這樣 那可不可以讓我們 歡迎我們進來這樣 那叔叔就不宜有他 而且覺得很得意 自己的這個職子已經這麼的優秀這樣 然後就是招待他進來 甚至讓他住在他自己的家裡面這樣 然後讓這個 這個共和國裡面各種名流的這個 有錢人都認識他這樣 那有一天呢 這個Liberato他就辦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宴會 他也是把這個 這個共和國裡面所有的這個有錢人 和這個政治軍事項目 全部都召集在裡面 然後這個宴會裡面 他就開始講這個Volgie啊 這些你秀怎麼的優秀啊 然後大家都聽得很入迷對不對 然後就後來跟他們講說 站起來跟他們講說 我現在告訴你們一個非常重要的軍事機密 請大家到後面來談 然後大家就跟他到後面去了 然後就把這些人全部都殺光 包括他的叔叔 然後就成為一個 新的君王的這個 新的君主國的這個君王 然後馬基會說 他們超這種方式獲得的這個君主國 君王的這個支配地位啊 哇 這些都非常的鞏固這樣 對外這個非常的這個 因為他的敵人都很怕他 覺得他什麼事情都敢幹這樣 所以他敵人都為他恐懼 不敢去攻擊他 然後他的人民呢 也都沒有去模仿他 而且事實上 竟然是對他們相對上是效忠的 哇 這些人民怎麼會去效忠 這麼邪惡 這麼犯罪的一群人這樣 這些政治領袖 然後他就非常非常的納悶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這樣 跟這個傳統想像的 真理完全的不同對不對 你看這個是這個 這個new的這個情況這樣 這個是大概的一個 他的這個統治模式的分類 我用的字詞是 most of dominion的這個分類 支配模式的分類 他是這樣分類的很怪 對不對 然後他要講一件有趣的事情 就是講說 這兩種state都要去 一個是要去征服新的state 一個是要去成立一個全新的state 他說你要征服或者是你要去獲得那個全新的state 如果是republic的話 非常非常難搞 他說如果你要這個是你要去征服的new state的這個模式 你要征服的對象 這個是對象 republic非常非常難搞 就是說如果法王今天打下一個republic 像pizza是一個republic pizza事實上被這個佛羅倫斯佔領了一百多年 可是pizza原本是一個共和國 一百多年之後pizza這個地方人民還是反叛 還是重建自己的共和國 然後就是講說共和國這群人 他們在共和國裡面享有巨大的榮耀 巨大的生命 巨大的記憶 所以呢 他們即使被擬唸了之後 他們仍然對他自己的自由 有非常非常美好的記憶 而且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跟這個自由相關聯的尊嚴被剝奪了 榮譽被剝奪了這樣 所以他們會有更大的憤怒 更大的怨 那你如果沒有徹底消滅他們的話 他們遲早會再幫你推翻 那這個很有趣對不對 最後再說明一件事情 馬基維利看到的權力不是只有軍隊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republic的話 republic裡面有 因為大家都能夠參與政治 所以大家會享有honor 然後大家享有liberty 大家覺得貢獻城邦爾康正貴覺得很有意義 生命很有意義 跟君主國不一樣這樣 所以你對你共和國的回憶就會非常的甜美 所以當你共和國被滅了之後 你過了一百多年之後 你還是會復活 你看代表他認為 這幾個東西他們是有權利的 享有liberty是一種power 享有honor是一種power 在liberty裡面享有honor是一種power 然後你貢獻common group 他會是一種power 然後這個power 即使你有再強大的軍隊把它滅掉 他們當然會再復活這樣 所以馬基維利給這些要去獲得新世代的教訓 就講說如果要政府republic的話 你千萬不要像自己香港一樣 讓他們成為一國兩制這樣 他說一國兩制的人民 他們如果不斷的懷念他們過去享有的自由 法治等等common rule的話 他們遲早一定會叛變 所以你千萬不能在哪裡建立一個 所謂的tribute state 一個傀儡政權 想說這個方式可以統治他們 這是不行的 你一定要徹底的毀滅他們 讓他們從此不再富有共和國的記憶 你才能夠真正征服共和國這樣 那你征服的種類他還有說幾種 他說有一種是像這個Turkish 就二圖曼這群人 就一個皇帝 他統治了一個官僚 很大官僚階層 他說這種國家很難打敗 可是你難打敗之後 要長期的治理他很簡單 亞歷山大大帝就是這樣 他打敗就是那些東方式的這種 這種絕對的王權 因為他們的人民對這個軍王 沒有太多的感情 可是如果你打的是像法國 德國這種地方 他們有非常多小小的lords 然後這些小小的lords 在那個地方都統治了很久 跟人民感情很深 所以也許你可以趁他們之間的 內鬥把他們打敗 可是你很難長期的治理他們 因為他們對他們 他們這些lords的情感太深了 他們至少會集結起來 再把你這個感奏這樣 所以除非你也把他們 跟他們lords的所有的情感 都斷絕掉 不然這些地方也很難治理 這個再度說明的這個情感 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強大的power 而且這個情感如果是累視的 你對這個lords有家族有情感的話 那這個是你很難去對抗的 這地方變得很難治理 馬基維利從這些這個新君王 他看到一些非常非常卓越的 新君王的這個實際的行為 實際的治理 實際的成果 獲得了這些教訓這樣 可是啊 你要學習不做一個好人這件事情啊 他其實 你如果系路馬基維利啊 他其實是一個art 他其實很不容易這樣 因為你如果是一個非常邪惡 靠著犯罪崛起的人啊 你有時候會成功 有時候會失敗 因為你的邪惡啊 有時候會引起人民對你的憎恨 或是鄙視 你如果讓你的人民憎恨你 或是鄙視你啊 你是沒有辦法去統治你的國家的 所以不是任何的 那土比貴都是好的 如果你引起人民的憎恨和鄙視 你就是失敗的 那重點是你要怎麼樣 有時候你就是一定要做 不是好的事情 可是你做這些不是好的事情的時候呢 你還容易引起人民對你的討厭 因為馬基維利他說 人民事實上就是morals的守護者 人民喜歡感覺到 這個傳統德性的美好 又會想要去守護傳統德性的美好 你今天君王如果完全跟傳統德性被刀而辭的話 人民會憎恨 會瞧不清 這種就沒辦法統治這樣 所以關鍵在於你要怎麼樣 在必要的時候啊 知道在什麼時候你要踏入邪惡 而且踏入多少 剛剛好 然後能夠讓你的政治正體穩定又持久 所謂的基於必要 就是當你要去穩固你政治社群 你覺得是必要的時候 讓他持久的穩定是必要的時候 你必須要在那個時候知道 什麼時候要踏入邪惡這樣 如果不知道這樣做的君主啊 他很快就會被滅了 他被滅了 他的人民也就倒霉了 而且你如果是共和國你也是一樣 你根本要保護你共和國的公正平等自由對不對 可是你共和國人民如果不知道 什麼時候踏入邪惡的時候啊 你也就被滅了 因為你身邊的人不是好人這樣 所以關鍵在於你要怎麼樣 在必要的時候知道要踏入邪惡多少 那是一個非常機密困難的一個 君主德性的一個訓練 那他為什麼要講這個 Vorgia是一個最偉大 值得我們抄襲的一個範本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他也用了殘忍和背叛 對不對 然後他們也用了殘忍和背叛 可是Vorgia被他認為是 所有君主的表率 他具有的Viu2 是我們看到最罕見的 他差點就獲得了Glory 最偉大的這個地位這樣 然後這兩隻就被他說 你就是這個不會被大家瞧得起這樣 那你不能夠稱為Viu2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可是他們都達成了 新君主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獲得一個新的王國 而且是要穩定和平的一個王國這樣 強大的一個王國 他們都做到了 那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為什麼他們被認為是邪惡 他認為是表率 對不對 那這非常有趣 首先我們要講他們相似的地方 他們相似的地方是他們善用殘忍 你看我們在傳統的德性裡面 左邊都是大家想要的 右邊都是大家不想要的 對不對 我們覺得君主應該是像左邊來排這樣 事實上是有五十個人 右邊是他的相反一樣 那其中就是一個殘忍 我們覺得君主應該要盡量 輪到human mercyful 人慈 對我們有各種各樣的形容 君主必須要不殘忍的這個德性 這樣 可是馬上就會說 有時候啊 君主必須要知道什麼使用殘忍 不然他沒有辦法鞏固他的國家啊 如果他沒有辦法鞏固他的國家的話 他的人民事實上被外敵侵犯 人民更痛苦 那你不是對人民更不殘忍嗎 所以善於使用殘忍的君王 事實上反而是對人民 是比較仁慈的一個君王 那他說 他到底怎麼樣善用殘忍 我們可以用一個 Vogia的一個故事來這個說明 他說Vogia他那個時候 剛剛拿下 Rugmana這個地方的時候 Rugmana這個地方 長久以來就有很多的派系鬥爭 然後很多的這個小封建築口 互相這個不服對方 所以那個地方 這個治安非常不好 強盜非常多 搶劫非常多 各種各樣的這個犯罪的事情很多 這樣 然後你怎麼治理都很難治理的 好 那這時候Vogia他就派了一個人 這個人叫做這個 Ramiro Ramiro de Oco Ramiro 去治理這個地方 Ramiro是一個非常的殘忍 又是一個非常敢用殘忍手段的 所以他一到那個地方 他就用非常殘忍的手段 把幾乎所有的這些小鬼族 全部都肅清了 把所有的強盜都肅清了 然後就也殺了非常的多人 這樣 可是很快的那個地方 Rugmana的地方 就變得非常的穩定 非常的和平 因為這個殘忍的這個手段 這樣 不過這個Ramiro他也引起了 Rugmana這個地方人民的憎恨 大家非常厭惡他 覺得他才會太殘忍了 那馬基威就說 你知道那時候Vogia做了什麼事嗎 那時候Vogia就說 哎呀 這個我知道Ramiro 讓大家都覺得很不滿意這樣 那我們來成立一個法庭 那派我們這個區域最瑞智 最好的一個人 來去當這個法庭的判官 來去審判他 那人民都可以參與這個審判這樣 大家覺得很高興要等待這個公正的審判這樣 然後起之啊 比如說下個禮拜要審判 然後今天早上大家忽然發現 Ramiro他身體被砍成兩階 然後被丟在廣場上面 而且他的這個身邊 有一把血淋淋的刀 還有一隻木棍 不知道為什麼要有木棍 這我一直撕好很久這樣 木棍感覺是蠻可怕的 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他說人民早上一起來看到啊 所有的反應都是一樣的 他用了兩個字 satisfied and stupify 大家忽然覺得非常滿意 一直覺得啊這個 這個討厭的東西死掉了 大家也非常的震驚 stupify 非常的震驚 完全被嚇呆了 大家知道stupify stupify這個字大家應該學過 stupify還是這個 哈利波特的法術之一 stupify stupify 就讓你整個人變得 變得不能動這樣 大家非常滿意 你都不能動了這樣 不過也因此啊 這個整個Rumana的人民 變得非常的和平 又非常的效忠 這個Borgia 而且他完全的不討厭Borgia 因為Borgia把他們最討厭的人殺掉 你看他裡面有兩個含義 一個含義就是 cruity will use 如果你要知道怎麼聰明的使用殘忍的話 你必須要做到這幾件事情 就是你要殺 你就要必其用於意的殺 就好像我們剛才談到那些例子 就是他們把這些貴族們距離起來 全部都殺光這樣 你要迅速的全部一起殺掉這樣 因為你殺的時間短 他們的痛苦就短 痛苦短 他們就不會有這麼多的怨恨這樣 而且你要殺的時候 你要出於必要性的殺 你不能夠濫殺 你不能夠像這個 中國的咒王一樣啊 那些暴君一樣濫殺這樣 喜歡什麼就殺什麼 不行 你就是在討厭那個人 你有大大的權力 你都不能濫殺 你只能夠出於必要性而殺 就為了要鞏固你的政治支配的 穩固地位的必要性 而且因為你只殺一次 所以也意味著你不能夠持續地殘忍 你不能夠持續地繼續殺 如果你持續地繼續殺的話 你這也不是知道怎麼善用殘忍這樣 那當你殺了一次之後 你就不再殺了啊 人民們就會開始慢慢感覺到 你那個大屠殺的好處 大家就一天 兩天 三天 一個月 兩個月 一年 兩年 三年 我們社會怎麼變得那麼和平穩定這樣 然後就開始 在這個漫長的品嘗當中 不斷地品嘗到 你帶給他們這個和平的這個滋味 大家就會非常地感謝你這樣 這時候你的才能就是為了鞏固 這是第一點齁 那這兩個都是為了鞏固對不對 他們也是為了鞏固 因為他們只是一次殺光 然後他們大概也沒有持續地殺這樣 所以他們都能夠保持人民 對他們的效忠和這個鞏固這樣 所以他們都能夠這個 對抗外敵和對內和平這樣 可是呢 他們被認為是犯罪 他們也被認為是犯罪 為什麼 這個其實我想了很久 那我後來發現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那個 satisfied and stupidify 這樣 就是說當你在使用殘忍的時候啊 你為了義務時很聰明很有智慧 你確實達成了穩定 可是大家可能會覺得你是犯罪 甚至可能還是會持續地忌憚你 討厭你 甚至會覺得你很邪惡 所以你沒有辦法獲得 virtual and greatness的這個地位這樣 可是如果你的行為啊 可以讓人民感覺到stupify 讓他們感覺到震驚 讓人感覺到你是一個extraordinary的一個人 充滿勇氣 敢於非常創新 然後所有的行動都能夠達成效果 然後該做的事情就做非常的果決 讓你在殺的時候 也能夠讓他們覺得非常的震撼 但又覺得很快的覺得滿意 如果你能夠做出這個extraordinary的行為啊 我覺得麻建議最可怕的一個說法是說 你可以讓人民不會覺得你是犯罪 人們會說你這是virtual 會說你達到的growing這樣 所以他有一個對君王一個非常神奇 我覺得一個非常 讓後世人經常沒有注意到的一個要求 就是你必須要extraordinary 你要是一個非常非常秀意獨特 讓大家感覺到 可以讓大家覺得振奮 inspire大家 讓大家覺得震驚 敬畏 你可以讓大家覺得 敬畏 震驚的時候啊 人民們呢 就不會特別記得你的行為是一種犯罪 反而呢 會 不但會覺得你這個cruity will use 而且會 不認為你是犯罪 把你視為是virtue 和視為你這個是一個 可以擁有glory的一個人一樣 這個是他 可以講一件非常令人感覺到震驚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這樣 那 人哪都比good 當你要人哪都比good的時候 你就有幾個德性 有時候你就必要去反轉 對不對 其中有一個要反轉的地方 就是暴力和欺騙 我們過去啊 則政治思想都在推崇人和動物的不同 人的特殊被推崇的地方 就是人有人獨特的德性 是動物沒有的 對不對 人是一個真摯的動物 人會追求公正一樣 可是他其實會說啊 如果你只會人之道的話 這不是一個好的君主 他會讓他的君國變得非常的脆弱 而且人民反而會受難 一個好的君主不能只會人之道 要的君主還要學會動物之道 他說古典的文獻都知道 一個英雄要同時學會做動物 和學會做人 所以古典的英雄都是人馬 教育長大的 半人但馬 意味著我們要學人 也要學動物的這個德性 那什麼是動物的德性 他說啊 他說 你這個君主 他有時候就要使用暴力 暴力和法律這兩種 是人們互相鬥爭的兩種方式 你只有法律的話呢 你就以為這個世界上只有好人 有時候你要使用暴力 暴力不是人之道 暴力是野獸之道 暴力是不講道理 暴力就是暴力 那你要詢問野獸之道的話 那什麼樣子的動物 是最值得學習的對象 一個就是獅子 一個就是狐狸 為什麼要學獅子 獅子事實上就是一個暴力的展現 如果你只是狐狸不是獅子的話 你沒有辦法對抗狼群 對抗狼群只有靠獅子的暴力 獅子的威嚴 獅子的威嚇 才會對抗狼群一樣 可是如果你只是獅子的話 你沒有辦法對抗陷阱 只有狐狸才能夠對抗陷阱 所以一個君主 他必須要既是狐狸又是獅子 他才能夠既對抗狼群又對抗陷阱 可是大家有注意到 阿基林沒有說我們只要學習動物的 他就是說我們要同時學習人和動物 只是他很少講為什麼君王是人 而不是動物 追求greatness 難道就是人的象徵嗎 說不定是 因為動物不會追求greatness 大家要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說你要在這個必要性的時候 他事實上 什麼叫人讓突離快有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人民他事實上是傳統德性的時候 但是人民喜歡你是一個具有傳統德性的君王 那這時候你很困擾對不對 而且你是一個追求greatness的君主 什麼叫做greatness 我們來看君主他追求的這個兩種目標 在馬基威格的寫作裡面 你會看到君主大概他認為要追求兩種目標 一種是要maintain自己的state 維持自己的支配地位 這沒有問題嘛對不對 你要maintain自己的state 然後第二個呢就是你要追求glory和greatness 那這兩個目標 我們會覺得 其實他沒有像我們當代的現實主義 那樣子的當代現實主義 當代的現實主義 大概只有認為說追求第一個就是現實主義 你一切就是追求自己的安全 自己的權力支配地位 那一切為了安全而考慮的話 你大概就是一個 我們都會認為說你是一個現實主義者 所以你為了國家安全 那你可能會去做很多事情 包括馬基威也講的那些事情 你是為了安全 那確實當代所謂的reason of state 國家的理性 常常就是為了國家的安全 而建議統治者 有時候可以去步入邪惡 所以基於鞏固自己的權力低位 就是為了stability 為了安全 而去做邪惡 我們當代事實上 原則上並沒有太大的反對 大家知道當這個歐巴馬 他們在電視機前面看著準備要去拘殺賓拉登的時候 他們其實犯了非常多的國際法問題 而且你應該要去逮捕他 給他審判 你怎麼可以直接槍斃一個人 可是那個時候有一個政治思想家 他就寫了一篇文章說 馬基威力是對的 有時候歐巴馬 美國總統就應該要做 違反法律 違反人權的事情 為了什麼 就是public necessity 為了國家存在穩定的必要性 他就應該要踏入邪惡這樣 這個是我們一般當代事實上 經常在操作的一件事情 並不是鼓勵大家操作 這是現實這樣 這應該是大家讀完之後 一輩子要對抗的一件事情 可是馬基威力也鼓勵軍王要追求greatness 這個就很微妙 追求greatness不太是我們當代人想要追求的一件事情 我們當代人很怯懦 我們只要comfortable life 對不對 小確信 後來的思想家其實都是追求小確信的 洛克尤其是 沒有人要你去追求greatness 追求greatness很危險 追求偉大的榮 要偉大的榮譽這樣 而且greatness 它的有一個本質和追求安全 支配地位是不同的 追求安全和支配地位是一個 實在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活著 survival stability power domination 是實在的東西 可是greatness它是appearance 它是表象 你是不是一個great的人 你總是要別人來去給你稱讚 或是跟你譴責 它依賴於別人的evaluate 依賴於別人的評價 它是一個表象的世界 那你作為一個捐助 你幹嘛追求表象的一個世界 追求一個在一個外在的世界裡面 被大家去稱讚 大家稱不稱讚 你對人來說有這麼重要嗎 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這樣去質疑馬基威利對不對 可是沒有 馬基威利就是認為這件事情 是他推崇君主要去做的 也因此他講了很多 步入邪惡的必要性的時候 其實他認為有時候 這個是一個glory greatness的一個追求的必要性 而不只是一個survival追求的必要性 這時候我們就很困擾了 哇塞 你這個鼓勵君王追求greatness 他就可以鼓勵他去追求邪惡嗎 那greatness到底 有什麼樣的重大的價值值得你去追求呢 而且greatness 看起來有很多很多問題啊 你現在看看 誰在evaluate為這個君主 一個是跟他一樣great的人 跟他一樣great的人很少 那你追求偉大的人當然會希望一樣偉大的人稱讚你偉大嘛 這是你當然第一想獲得的這個稱讚這樣 如果跟你差不多偉大的人不稱讚你偉大 你大概就覺得這個非常的這個有缺陷這樣 可是當然你也會希望獲得這些 一般的這個貴族啊 這個有錢人這些the few的這個稱道對不對 那你也會想要獲得the people的稱道啊 the great glory它就是一個外在的榮譽名譽 所以the people對你的稱道也很重要啊 如果the people都覺得你是crime的話 你就沒有greatness對不對 所以追求greatness這個君主 他很微妙的他事實上 不需要被很多大家對你的illulation所限制 他不像追求power本身看起來好像比較容易操作 比較實際上可以操作這樣 追求greatness好像反而受限一些東西這樣 比如說你如果只是sincecrime的話 我們就不會說你great 那你這個君主就會被他降等 你不是great 可是當然你擁有了支配地位 而且你擴張了支配地位 所以你還是不錯啦 值得我們學習 但不是我們最值得學習的這個對象這樣 那我們就去問說 那什麼樣的一個行為啊 會讓我們覺得你是一個great人 然後你會在這個表象裡面啊 他到底會讓你跟人民的關係是什麼 這個是我覺得在考慮這個 馬基維利的這個君王論裡面 君王和人民的關係裡面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大家可以想像 對馬基維利來講啊 或是對你來說 什麼樣子你會覺得這個君主是偉大的 great glory 其實我們其實在中國史當中 我們被教育的其實就是 有點馬基維利 我們會覺得那些開創的那些君主 什麼唐太宗啊 或是那種開疆僻主的這個君主啊等等 他們是glory great 對不對 馬基維利說沒有錯 開創新軍王 新軍國的那個人 或者是獲取新的領土的那個人 或者是能夠去創建一個 長治久安秩序的那個人 我們會覺得他great 好像有一個客觀標準對不對 可是他也沒有這麼的完全的絕對 如果你今天能夠帶給人民安全穩定的話 這是great的一個必要條件 你如果是一個 連安全穩定都不能夠帶給人民的話 那人民大概完全就是瞧不起你這樣 可是你如果只帶給人民安全和穩定和長治久安的話 如果只有這個的話 馬基維利說你也不會認為是great 對不對 因為你可能是一個criminal的這個行為這樣 因為人民會喜歡你是一個有傳統德性的君主 那時候這個君主就遇到了一個困境 就是說他在必要的時候 他必須要去做犯罪的事情 邪惡的事情 可是他在意greatness 而且他在意人民的這個評價 那在意人民評價有兩個層面 一個是人民如果覺得你是wicked 仇恨你你就死定了 那個是絕對不能夠讓人民覺得你仇恨你 或是覺得你是wicked 第二是說你做犯罪的事情的時候 人民可能就覺得你就是犯罪 那不會給你很高的評價 那你就會覺得你的greatness沒有獲得 你會覺得這個損失很大 那你要怎麼樣又做犯罪的事情 知道什麼時候要步入邪惡 你又可以讓人民覺得你是一個great的君主 你有virtue 然後你獲得人民的這個最大的這個稱讚 great就是你獲得人民的最大的稱讚 你如果同時做犯罪就讓人民覺得你是一個 非常值得最大的稱讚這個人 這個大概是這個新君王 他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困境這樣 那對馬基維也在講說 那他因此要求奧德新君王有另外一個能力 就是他要善於去偽裝 他是要一個大所謊家大偽裝家這樣 他不需要讓人民最好是沒有注意到他在做邪惡的事情 那人民以為他的表象就是有傳統美德的這個君主 所以一個好的君主 他要表面上是一個擁有傳統德性的這個君主 那所有邪惡的事情最好不要讓人民知道這樣 那馬基維也其實說得很清楚 他說其實大多數人民都沒有那麼聰明不會知道這樣 因為大多數人民都只看結果 不會這麼在意過程 大家不會睜一睜閉隻眼 所以事實上你是很容易欺騙人民的 可是啊 我們從這個例子就看到啊 馬基維也就是說 可是有時候啊 你治理的成功啊 反而不是你做了完全的掩飾 而是你就是讓人民看到你殘忍 讓人民看到你會欺騙 這個時候你反而才能夠治理成功 對不對 有時候你在必要的時候 你必要讓人民看到你的殘忍 你不能讓人民覺得 你只是一個傳統美德的這個收入者 那這個時候你要怎麼樣讓人民看到你的殘忍 又讓人民覺得你是一個偉大的 想有glory的這個君主 你要怎麼做到 這個就沒有做到對不對 他讓人民看到了罪惡 所以人民是讓和平穩定的 他成功獲得了一個新的國家 可是人民也沒有覺得他是偉大的 可是博雅做到了 他竟然可以在關鍵的時候顯示出邪惡 人民也看到邪惡 而且人民因為看到邪惡 所以效忠他 人民是看到他能夠殘忍對不對 他可以把這個羅米羅殺掉 完全不按照法律程序 所以人民看到邪惡了 瞬間看到那個邪惡 但是人民又效忠他 因為人民竟然還是稱讚他 這是怎麼做到的 還是回到我剛才講的 這是因為啊 這個君主展現了超越長的 extraordinary的這個行為 讓人民感到震撼 敬畏 stupify 所以人民會即使看到你邪惡 還是說你是一個非常偉大 glory的一個君主 這樣大家可以知道層層的問題了嗎 這裡面有很多層喔 你最像glory的話 你遇到什麼困境 你如果只想做一個傳統有德性的人 你就死定了 那你沒有辦法維持和平安全 你也死定了 人民也不會覺得你是有什麼好動 是一個好的這個君王 那可是你為了要維持和平穩定 你就一定要踏入邪惡 那你踏入邪惡 你就沒辦法獲得glory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一個大說謊家 那你都沒有看到你的邪惡 最好是這樣 可是你即使做一個大說謊家 那你沒有看到你的邪惡 還是不夠 你有時候要忽然乍現你的邪惡 讓人民因此感到震撼 然後會因此支持你 你看這個是這兩個 cruity where you use的最佳例子 可是你讓人民看到你的邪惡的時候 你就要讓人民覺得你是一個卓越的好君主 有glory的一個君主 那要怎麼做 他們沒有做到 但是Bordia做到了 這是Bordia讓這個 讓這個巴基維利覺得最震撼的地方 這樣 他如何能夠既是一個大說謊家 人民平常覺得他是一個有美德的君主 他在關鍵時刻 他可以做邪惡的事情讓人民看到 可是人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有德性的君主 有glory 而不覺得他就是一個邪惡的罪犯 只有Bordia要做到 你看這個是很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要同時追求支配地位的穩固 又要追求greatness的話 那你追求greatness的時候 你看人民之間就有這種辯證關係 因為你需要人民給你稱讚 追求greatness的一個弱點 他並不是獨立你可以說你great就是great 你就是要仰慨人民的稱讚 可是仰慨人民的稱讚呢 人民又喜歡你是一個傳統有德性的人 可是人民如果喜歡你有傳統有德性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做一個好的君主 那這時候你怎麼辦 等等等等 你就會看到Bordia的這個 為什麼會讓Machiavelli覺得這麼這麼值得稱道 因為他突破了層層的這個矛盾和辯證 然後達到了一個頂點是他可以忌邪惡 讓人民看到 又可以享有growry的這個名聲一樣 讓大家可以稍微理解 那關於這個 關於這個德性和這個非德性的這個對比 還有一件事情是常被大家講的 他說如果這個君主啊 在選擇被人民愛的時候 或是被人民恐懼的時候 如果你兩者不可得監啊 你就要選擇讓人民的恐懼 而不是讓人民愛這樣 因為讓人民愛當然是不可靠的 因為你可以給人民很多favor啊 讓他們經濟發展很好啊 和平安定等等啊 可是如果你沒有辦法給favor的那一天 人民就會氣你而去這樣 所以你只是靠favor讓人民愛你的話 完全不穩定這樣 那你如果靠恐懼的話呢 恐懼的方面在於說人民會覺得 他生活的必要性掌握在你手上 你是他的保護者 你也是他的剝奪者 他們隨時恐懼你 可能會對他們不利 可是他們又仰賴你成為他們的保護者 這個時候你就徹底的掌握他們 他們就會成為你的好朋友 他們就成為好人 不然人民就是壞人這樣 他把這個好壞給顛倒過來這樣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會發現到人民恐懼是比較有效的 人民恐懼你的時候 反而會比較容易成為你的好朋友 在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會離你而去 如果你只是讓人民愛你的話 你遇到困難的時候 人民就離你而去了 但是喔 不管怎麼說齁 你有一個觀點 你不能夠讓人民憎恨你 那怎麼樣會讓人民憎恨你 他有一句非常有諷刺的話 他說啊 這個 君主在自己的時候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不能夠去碰人民的這個財產 你可以殺他的老爸 他就不能碰他的財產這樣 因為人民忘記他老爸的速度 遠比忘記他被剝奪財產的速度來得快這樣 所以這個 完全不能夠碰人民這個財產 所以你看 這個君主啊 他光是知道什麼是軍事 知道什麼是軍事 就是說他知道怎麼去鞏固一個 他的國家的安全 他就知道他不能夠去動人民的財產 這不是一個好的法律嗎 所以有好的軍事就變成一個好的法律 不就因此得正嗎 對不對 你不能夠去動人民的財產這樣 那可是啊 這不代表說你不能夠 有時候必須要去侵犯人民 新君主永遠 必須要在某些時刻去侵犯別人 有時候包括侵犯人民這樣 包括這個法王進入義大利 他也說 法王有時候必須要去 把一些人民全部都鎮壓掉 然後把自己的什麼什麼 這個殖民的部隊放進來等等這樣 可是啊 他就會說如果你要去傷害這些人民的話 那麼你就做了徹底 斬草除根這樣 就是讓他們的這個子女都不要留下來 要不然就是這個 要好好的這個 去讓他們覺得你是他們的保護者 你只有兩個選擇這樣 所以君主他依賴人民 他需要人民不爭恨他 他需要去保護人民 對人民不能夠缺到人民的財產 可是這不意味他有時候 必須要去這個侵犯人民這樣 那我們最後就是得到一個 到底什麼是Virtue的一個總結 那他大概有四個總結 二三四我們大概都已經講了 二就是這個 你有能力獲得自己的軍隊 然後你全力在軍事上面 你知道軍事的重要性 你非常善於領導等等 三你要知道人哪都比good 那四是你要知道要怎麼去 這個和人民這個相處 包括你要怎麼去 在glory這個追求上面 要在表象這個層面上 要讓人民既覺得你是 傳統美德的守護者 但是又知道你什麼時候會踏入邪惡 所以他們又會恐懼你 所以他們可以同時的敬畏你 效忠你 然後又說你是一個glory的人 那這是一個複雜跟人民的互動關係這樣 那還有一個Virtue的一個地方是在於說 所有我們說的這些能力 他都有一個關鍵在於 你要知道在必要的時候 你要遵守必要性對你的要求 當必要的時候你要做邪惡 你就要做邪惡 有時候你可能被迫 必須要殺人的老爸 你就要殺人的老爸等等 必要性就是必要性 當你要維持你的自備權 基本權利支配地位的時候 你必要性就該這樣去做這樣 所以必要性的時候該做什麼 你就要去接受那個必要性 有能力接受必要性對你要求的君主 就是一個好的君主 那什麼叫做接受必要性 他是這樣 他說你看 人在對抗命運女神的時候 可以對抗到什麼程度 我們成功一定一半需要命運女神 一半透過我們的Virtue 去引起命運女神的喜愛 可是我們人最大的困難就在於說 時代不斷地在變化 如果你是一個非常勇敢激烈 敏捷迅速的一個人的話 在激烈的時代你很容易成功 可是當進入平靜的時代 你就很容易失敗 可是你如果是一個平和穩定 非常細心仔細謹慎的一個人 平常的時候你容易成功 可是當時代激烈變化的時候 你容易失敗 所以一個能夠對抗命運女神 引起命運女神喜愛的人 他上次能夠在實際變化的時候 基於必要性 而改變自己的本質的人 可是馬上就會說 你看我們這些英雄們 Borgia等等這些 他們一個關鍵圈 他們不會去改變他自己 他原本如果是一個殘暴 他就繼續做一個殘暴的人 人的本質是很難改變的 除非你是一個能夠徹底的 支配自己的本質的人 讓自己完全能夠像流水一樣的變化 Be water Be water是李小龍的事 你能夠像流水一樣的變化 你才能夠去 真正能夠去 隨著時機而變化 你不能有一個固定的本質 在你的心裡面 你看這個也是對傳統思想 徹底的這個挑戰 傳統思想不斷地在問你說 Human Nature是什麼 如果我們知道Human Nature 我們就會知道 人應該要怎麼樣發展 我們希望有一個穩定的 Human Nature 來告訴我們說 我們需要什麼樣子的 一個美好生活 對不對 馬上就說沒有 你有Nature你就死定了 一個真正能夠成功 是能夠順應時代變遷的人 他必須要是一個 沒有Nature的人 他必須要是一個 徹底的Flexible的人 你就能夠獲得性 女生持續的喜愛這樣 那他跟大家講 一件事情是大家要知道 他就想說 可是人很難這樣子 非常能夠善於變動 對不對 所以他說 如果你兩者要選擇其一 所以兩者一個是 你是一個很小心的人 我們通常考上台大 都是很小心的人 因為我們非常知道 怎麼去顧各種生活的面向 考試等 我們都很小心這樣 謹慎有智慧這樣 可是你就不會是一個衝動的人 可是衝動的人 我們就馬雞威說 還是一個最容易開創格局 獲得成功的人 那你最好 當然最好你要是一個 能夠有時候衝動 有時候謹慎 小心 你可以同時變化是最好的 可是人很難同時變化 對不對 所以兩者要選擇其一的話 馬雞威建議你說 你要寧願選擇做一個衝動的人 因為命運女神是一個女人 她喜歡衝動的男性 她討厭 她討厭 她討厭謹慎小心的男性 只有衝動的男性 才容易讓那些女神 借覆她 喜愛她 然後願意被她征服 她用一個這個 這個 性別的比喻來講這件事情 這樣 這句話是我最常送 畢業學生的一句話 你畢業之後 你願意衝動 不要謹慎 你比較容易成功這樣 那 大概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馬雞威尼對軍王的這個 的這個想法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想問一下問題是 馬雞威尼這樣子的 這句話的論述 他背後的問題到底是在問 你應該要成為怎麼樣的軍王 還是 他背後的問題是 你實然上 怎麼樣才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軍王 前一個問題他會變成說 你到德上有什麼其中很OK的問題 這樣就是好 這樣就是很棒 另一個問題 後面的問題是說 他只是實然上描述 你告訴你說 你這樣做的話 我的歷史實證告訴你 這樣是最容易成功的 你這個兩個問題 因為你第二個問題的問題方式是說 你實然上要怎麼樣才能夠成功 對不對 這導致你兩個問題變成同一個問題 如果你實然上是怎樣 那有失敗 有成功的人 他就是實然 那馬雞威尼就告訴你說 實然上成功 你就是這樣成功的 所以 因然上你就應該要這樣努力 你就能夠獲得成功 他當然講的是 因然啊 因為大多數的君主都 沒有這麼厲害啊 大多數的君主都無法克制自己的欲望 然後都愚笨不知道 忠誠軍事的忠誠 仰賴Fortune 所以他這個君主都很安逸 所以他們都死得很快 大多數 所以馬雞威尼說 那時候意大利的這些國家都很弱小 雖然才會那麼崇拜 像Morgia這樣子的人 可是像Morgia這樣的人 其實就是很少的 所以馬雞威尼確實在做一個 因然上的建議 你真的要長治久安 你就要學會這些君主的Virtual 他是不容易學會 他是很困的 他是要去努力的 可是這當然是 他從實然上的觀察獲得的結論啊 對不對 所以兩個問題是同一個問題 那最後我可以讓大家想一件事情 大家有去想 就是說 馬雞威尼的這個君王 跟我們在柏拉圖裡面 讀到那個完美不正義的人 就是暴君 他們的差別在哪裡 你一對比你就發現 跟無數有趣的差別這樣 暴君會被批評說 你只為私立統治 然後你不管功力對不對 叫做暴君對不對 馬雞威尼會說 沒有 在君王的統治 他的私立和他的功力 是密不可分的 只有他為他的私立著想 他的人民才能夠享有 穩定的和平和安全 所以這並不是分開的 對不對 那在傳統的柏拉圖的這個暴君 有被批評說 你看被那個誰批評說 被蘇貝爾批評說 你沒有辦法達成團結 因為不正義就會造成這個猜忌 所以完美不正義的人 他是沒有辦法形成團結的一個國家 他沒有辦法穩定的治理 他沒有action 所以他不powerful 馬雞威尼會說 那你幹嘛這麼笨去做完美不正義 你要學會的是在事實關鍵的時候 踏入不正義 如果你非常聰明謹慎地使用不正義的時候 你就會是一個真正powerful 又是一個堅強團結的一個國家 對不對 所以對馬雞威尼會說 這個是art 這是非常困難的知識和德性上去追求的 不像蘇貝爾批評說 完美的不正義根本就不是一個art 那當然在取奇馬克斯底下 沒有看到馬雞威尼這麼複雜的要努力 所以他也無法說這是一個art 但是對馬雞威尼會說 沒有這是要非常努力去研究 沒有發現要怎麼做的一件事情 他當然是一種很困難獲得的知識和德性 所以他是一種art 對不對 而且傳統的完美不正義的人 他就是想要滿足他所有的慾望 所以他戴上隱形戒指之後 他會去偷王后啊 會幹嘛幹嘛 要滿足他所有低下的慾望 所以對蘇貝爾底對暴君的批評就是說 這些想要滿足所有慾望的人 大家通常都不會很快樂 因為慾望永遠一層接著一層 因為無法滿足這樣 所以完美不正義的暴君 他不會是一個快樂 因為他慾望太多 他不斷就有各種各樣的慾望 可是你看馬雞威尼的軍王 他其實必須要非常非常的節制 小心 他雖然追求glory 追求財富 追求軍事力量的強大 可是他每天的生活都在戰戰兢兢之中啊 馬雞威尼說好的軍王 他無時無刻不再想國家的軍事大事這樣 他對他的國家 每一寸的山丘森林河流都遼落執掌 他全力都是occupy軍事這件事情 這樣一個軍王沒有時間去縱欲 他不需要非常辛苦的 使盡所有的能力 去維持他的這個支配統治地位這樣 所以即使那些反virtue啊 cruity等等 他都不需要戰戰兢兢的去行使 你也許你有時候要踏入學 可是每一個都非常困難在戰兢兢的去行使 你沒有辦法重慾 他又不是一個伯瓦圖 這個古典藝的那種暴君 他是一個非常戰戰兢兢努力的一個軍王 所以這個比較就 大家可以講 還有其他的這個比較可以想想想看 到底完美不正義的暴君 跟馬雞威尼這種軍王的差別在哪裡 這樣 那我們到這裡 大家不要完全被馬雞威尼說服了 這很厲害這樣 好那我們就下禮拜再掌握護護士好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